漫山遍野飞舞的萤火虫 闪闪动人的荧光海 像极了森林版的北极光 每年3月下旬是纳马夏萤火虫的活跃季节 当地有多达15种萤火虫 因此有萤火虫的故乡美称 今年赏银季规划三条赏银步道 都有人数总量管制 纳马夏这边没有什么光海 所以其实会可以看到很棒的 这个萤火虫的景色 纳马夏的萤火虫的数量 可以说是在全国数一数二的 赏银的期间是3月19号起跑 我们一直到4月30号 那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 是我们的一个赏银最佳时机 我们也出动了几台的赏银专车 希望就是可以让纳马夏这边的经济 更加的活络 然后让纳马夏产业都能够赚起来 另外今年灯会的原名灯饰 也移到纳马夏继续展示 游客除了赏银还可赏灯 活动期间有腌制脆霉 老马鼠 爱玉DIY等体验活动 也有市集 贩售 原名美食 水蜜桃和龙须菜等农特产品 梅子啊 脆 好吃 爱玉我觉得它放了水蜜桃 有特别的那种滋味 爱玉是我们纳马夏非常重要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农产品 柠檬爱玉 我那个口感跟品质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纳马夏区公所代理区长孔贤杰 呼吁游客走进赏银步道时 务必遵守不干扰 不捕捉 不伤害的三部原则 共同维护萤火虫生态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方亚贤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